MING PAO TORONTO 嗨大家好,我是影子 今天呢第七史詩又放出了新的開發商筆記本啦 但是我們現在先不看這個,我們先來看一下下禮拜即將要出的新角色 在圖片這邊已經可以看得到了 海邊的威爾羅娜,厚里媽媽,看這個若隱若現的薄沙 先來看一下他能力值,能力值在60級覺醒滿的時候是16008 算是蠻高的角色 攻擊力1182,還算不錯很高了 生命力跟防禦力稍微低一點,但是速度很快喔 114速度已經很棒了 另外呢,覺醒裡面還多增加了效果命中18%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招式,普通攻擊呢 是用扇子進行攻擊以60%的機率在兩回合內產生標靶 那如果強化技能加到加4的時候呢,會變成75% 75%還算不錯了,普通攻擊而已喔 那標靶這個狀態是可以讓目標受到的傷害量增加 然後減少迴避率 雖然標靶這個狀態讓敵人受到的傷害並不會像破防這麼高 但是因為標靶跟破防是兩個不同的附屬性 所以可以兩個同時存在 再來他的被動叫跟朋友一起來的 自己承受到的傷害中30%由前排的我軍代替承受 那如果前排佔的是血比較少的這個可能就要小心一點 就是自己要安排 傷害量分配效果只會套用最高的效果 我軍中有人被攻擊的時候獲得專注力1 所以不用打他都會獲得專注力喔 全體的耶,我軍耶 齁齁齁齁這個好強喔 然後專注力為5的時候呢 消耗專注力使用你沒有魅力 你沒有魅力是用扇子攻擊全體敵人 以50%的機率在兩回合內造成防禦力減少 太強了,OMG 他不是說自己被擊中的時候才會獲得專注力喔 是敵人只要打我軍隨便一個人的時候呢 他都會增加專注力 然後只要專注力一擊到5的時候 他就會直接觸發他的被動 以50%之力讓敵人全體造成防禦力減少 50%是蠻看連的 但是因為他這個專注力非常的好收集 所以會常常釋放 而且他普通攻擊也會獲得專注 他的大招呢 大招也會獲得專注 哇賽太強了 OMG這隻角色好想要喔 又美又強 而且這邊已經可以看到他這隻角色 同時存在讓敵方破防跟上標靶的效果 大招是我警告過你了吧 獲得3點專注獲得3點靈魂 用浪化攻擊敵人全體 各以85%的機率在兩回合內造成無法強化跟無法恢復 那強化技能強化到加4的時候就會變成100%了 所以100%在兩回合內造成無法強化跟無法恢復的機會是全體的太強了 OMG 這個太強了連PVP都很強 哇這隻角色一定要抽到啊 有可能是限定角 因為官方還沒有說是不是限定角 可是我覺得他這個技能強度已經跟限定角媲美了 超強的啦這個一定要抽啊 希望有保底 拜託有保底 因為像我這種非洲命 沒有保底的我都會很難抽到 PLEASE拜託有保底 他的陣型是增加生命力的 嗯 不過只加兩國椅子 所以這隻角色的陣型沒有說非常的好 當然是無不小補啦 但是也不用特別為了去抽他陣型抽很多 那如果是大課長的話可能就沒差 那就抽到滿吧 我的話呢 如果有保底我可能會抽兩隻 再看情況 但是這個技能真的好猛喔 好想要 而且主要是角色的設定實在太美了 天啊 我們來看一下技能的樣子 普通攻擊 龍攻擊跟木扇是一模一樣的 沒有什麼變 只是狀態不同而已 那我在懷疑他的被動呢 應該也是跟本來的 維爾羅納的被動是一樣的 我是說攻擊動作 但是這邊要注意的是 專注力滿的時候呢 一定要被敵方擊中的時候 才會觸發被動 所以我這邊看不到 因為這些沙包不會打我 有沒有 我這邊攻擊他不會觸發被動 只有在被打的時候會觸發被動 但是不用他自己被打中 只要我軍中有人被打中就會 就會觸發了 再來我們來看大招 大招的動畫完全改變了耶 嗚喔 天啊帥 好猛喔 這角色 而且燃燒靈魂還會無視效果抗性 這鯨魚是哪來的啊 哇這角色 誰看了都會想要吧 天啊 好興奮喔 那我現在知道卡琳是只有換時裝嘛 那海邊的維爾蘿納是完全一隻新的角色 所以我方以後可以帶本來的維爾蘿納跟海邊的維爾蘿納兩隻一起上場 是沒有問題 因為是兩隻不同的角色 但是我們在支線任務裡面看到的賽茲啊 是實裝 這隻賽茲不是完全一隻新的角色 因為在打第一關的時候 我記得可以使用賽茲的NPC 不過已經打過了這邊看不到 我那時候選了用賽茲的NPC 然後他的技能是跟本來賽茲一模一樣的 所以就只是實裝的概念 目前我只知道維爾蘿納是一隻全新的角色 另外我現在正在轉職屠殺部隊員 這一個轉職並不是非常好轉 主要是因為第二個這個任務 第二個這個任務一定要在戰鬥中獲得 傭兵的秘藥這個傳說催化劑 那以我的運氣要直接獲得這個傳說催化劑 我可能要打非常的久 一般我都是直接用換的啦 但是他這個用換的不會完成這一個任務 所以這個我可能要打一陣子 我本來想說如果今天有轉職完的話 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轉職的故事 但是我發現任務裡面有這一個我就沒辦法 我可能要好久才能轉完 好再來我們來看一下這次的開發商筆記本 主要有兩點 第一點呢就是太多太多的玩家呢 指出需要解決部分月光英雄過於強勢的問題 本來開發商是說他們會先上調就是三色屬性的英雄 然後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再下調光暗屬性的英雄 但是呢現在看起來好像是直接要下調某部分的光暗屬性英雄 那第二點呢就是上調其他三屬性的英雄 這邊有說到 在未來還會繼續上調其他的英雄 我覺得現在開發商因為各種事件發生之後 已經變成說玩家說什麼他們就做什麼了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這次要改強的角色 第一個角色就是要改強露露卡啦 露露卡的普通攻擊呢 多加了以50%的機率讓敵方防禦減少 所以現在普通攻擊都有機會讓敵方破防 那破防之後再用大招會更痛 他的大招呢本來是只有75%的機率破防 現在改成85% 然後大招本來是隨著使用次數增加大招的傷害 現在改成說隨著大招使用次數增加他自己本身的攻擊力 那這個有什麼好處呢 這一個就是連他的普通攻擊的傷害都會增加 比以前強很多而且機率又提高10% 如果是這一個技能組就是更改後的技能組 當時露露卡出的時候我就會花更多的鑽石抽更多次 其實還蠻可惜的啦 他剛出的時候我看他的技能沒有那麼強 所以我就花了 我那時候好像抽了100抽吧 沒有抽到這隻角色我就放棄了 那我當時也沒有想到說後來會改強 有點可惜 再來火系的巴爾賽桑要改強啦 黑雲的傷害量比之前增加了30% 我沒有這隻角色 所以我看一下黑雲是哪個技能 黑雲應該是他的第二招吧 對黑雲是第二招 弱化效果的比例係數比目前增加50% 齁因為這一招會根據目標身上的弱化效果 數量等比增加傷害的量嘛 所以他的傷害會提高非常多 再來最後的安魂取冷卻時間減少兩回合 一次就減兩回合而已太猛了吧 他大招會變三回合欸 所以一下就可以用一下就可以用欸 所以就變成大招是三回合 然後第二招也是三回合 如果強化技能夾要加三的話 那這隻角色就會變成剛進場大招 然後再連第二招 普通攻擊完之後又可以連大招再連第二招 那如果裝備全葬這個神器的話 應該就是大招第二招大招第二招大招第二招 太可怕了吧 好強喔 哇這隻角色會改很強 直接減兩回合我覺得有點過分 我覺得減一回合差不多啊 減兩回合這個改的也太猛了吧 所以以後可能會常常看到這隻角色 再來魯特比的月光強擊 本來是要消滅目標的時候呢 才會讓自己產生一回合的無敵 現在修改之後變成只要使用這一招 就會讓自己在一回合內產生無敵效果 是沒有條件的直接觸發 滿月的呼喚這個招式呢 本來是以自己為無敵狀態的時候呢 會貫穿敵方50%的防禦力 現在改成是直接會貫穿20%的防禦力 然後自己為無敵狀態的時候 追加貫穿30%的防禦力 所以自己如果有無敵狀態效果 就會變成跟以前一樣貫穿50% 但是如果沒有無敵效果的時候呢 也會貫穿20%的防禦力 那現在產生無敵效果已經非常容易啦 你只要使用第二招 在下一回合就是直接一定無敵 所以魯特比以後的用途也好很多 非常棒 再來泰尼布里亞的普通攻擊呢 本來是以35%的機率讓敵方造成睡眠 那現在改成50% 所以加了15% 雖然50%的機率也不是說非常高啦 但是因為他呢 如果讓敵方睡眠的時候 自己的速攻值還會增加50% 因為他有多了這個屬性 所以如果讓敵方睡眠的機率太高的話呢 這隻角色就會太強 所以改成50%我覺得還可以 再來他的大招 本來是75%的機率讓敵方全體破防 那現在改成85%的機率 以前我不推薦泰尼布里亞拿來當破防的角色 就是因為他的大招是以75%有點看臉 現在改成85%已經比較好一點了 另外冷卻時間從5回合改成4回合 所以泰尼布里亞也改強了蠻多的 再來雷歐是四星的目屬性攻守嘛 他的第二招驅趕狐狸 本來是打敵方全體然後以100%的機率 在兩回合內造成防禦力減少 然後會以30%的機率追加施展普通攻擊 現在追加施展普通攻擊的機率改為50% 就是用兩次會放一次 那傷害量比之前增加了14% 再來他的大招會讓敵方在兩回合內造成速度下降 另外以50%的機率造成暈眩 冷卻時間是5回合 現在改成75%的機率造成暈眩 雷歐現在改太強了吧 四星角色也 然後冷卻時間才四回合 這個 雷歐以後應該蠻多人用的喔 我看一下他第二招冷卻時間是多久 第二招就已經媲美很多五星的第三招了 第二招冷卻時間三回合啦 這隻角色 四星角色這隻太強了吧 是對所有玩家還蠻佛心的啦 那以後可能很多人會練這隻角色 因為 100%的機率在兩回合內造成防衛力減少 而且還會追加普通攻擊 然後他的大招會讓敵方100%全體喔 速度下降 另外現在變成75%的機率造成暈眩 所以就是暈眩以後敵人速度又很慢 所以要輪到敵人再動一次的時候就會超級慢 這兩招都很強 而且冷卻時間又都很短 所以雷歐會媲美五星角色 我看一下他的能力值 我沒有練這隻角色啦 雖然我有 能力值是比一般的五星低一點啦 但是他技能組這麼強的話 應該很多人會練 OK再來洛曼 洛曼也是一隻蠻冷門的角色 並不是非常多人用 洛曼是水屬性的四星法師這一隻 重力波是洛曼的第二個招式 本來是攻擊敵方全體 然後各以50%的機率 造成輸攻值減少20% 共兩次 那現在改為共四次 所以平均就是會至少讓人家減少兩次啦 就算平均因為他是50% 運氣好是直接減少80%的輸攻值 那當然運氣不好就是沒有減 很強欸 因為是打敵方全體 他自己一個人可以換敵方全體的 這麼多速攻值 這個這招很強 而且主要是 洛曼之角色啊 只要吃10點靈魂的時候呢 就可以重複使用重力波 再來大招 黑洞猛擊 本來是攻擊敵方全體 然後解除所有強化效果 是自己的速攻值增加50% 然後目標帶有強化效果的時候呢 傷害量增加 在兩回合內產生兩個中毒 修改之後 看一下有什麼變 這邊多了這一個 最加10速攻值增加30% 所以如果敵方身上有強化效果的時候 因為是打敵方全體嘛 所以敵方全體通常很容易就會有強化效果 那如果敵方有任何一個目標 身上有強化效果的時候呢 自己的速攻值就會直接增加80% 本來是50嘛 另外最加30 所以通常用完大招之後呢 可以直接再用第二招 然後直接退敵方挑 這個也很強 怎麼現在改的角色都很猛啊 再來 克里基斯我們直接看他轉職之後的 因為是一模一樣的 他轉職之後呢 他的快速刺激是普通攻擊吧 對普通攻擊 有50%的機率在兩回合內造成防禦力減少 現在追加了 如果自身有提升速度這個狀態 發生的機率會增加25% 所以就是自己有加速狀態的時候呢 普通有75%的機率會讓敵方在兩回合內防禦力減少 另外最強槍速 就是他的大招 生命恢復量比目前增加100% OK還不錯啊 傷害量比目前增加41% 加傷害量也算很棒 因為這招大招傷害本來我真的覺得很低 真的太低了 所以他現在增加了還不錯 然後呢 技能數裡面也有更改 岩石符文本來是加10%的防禦力 現在變成加15% 再來健康的符文本來是加10%的生命 變成加20% 總而言之技能數裡面 這隻角色多加了5%的防禦 跟多加了10%的生命 這隻角色還好 沒有像上面這些改強改那麼多 再來拉斯啦 所有玩家都有的角色 就是說我們這個遊戲的主角 他的大招繼承者之劍呢 本來是根據傷害量等比恢復生命力 現在改成直接恢復自身的生命力 因為這隻角色他的傷害並不是很高 所以改成恢復自身生命力 直接就恢復的話呢 恢復效果應該會比之前好很多 再來這邊有寫到 目前的覺醒效果保留為一般的技能效果 所以覺醒效果就直接從大招這邊拿掉 那大招就會直接帶有這個屬性 那現在的覺醒變成斬擊 斬擊是普通攻擊 現在他的普通攻擊會有75%的機率解除一個強化效果 這個對新手也很棒 因為在新手時期其實沒有什麼角色可以直接解除敵方的強化效果 但是拉斯也並不是改得非常多 跟上面那些角色比例也不是改得非常強 其實我還蠻期待拉斯轉職的 一個遊戲的主角怎麼會轉職比別的角色晚開呢 應該第一個轉職就是要轉他才對 畢竟他是這個遊戲的吉祥物耶 那另外這邊還有提到下面這些英雄會調整 然後預計是在8月8號的時候會套用 那要上調的英雄有一般的巴薩爾、優芬妮、莉莉貝、莉迪卡、月光可莉 不過這些角色怎麼改還沒有說 那這邊有寫到會在7月31號公開 那要下修的英雄有月光的亞拉明塔、月光的巴爾賽商 然後月光維德瑞跟月光亞敏 亞敏是這邊唯一隻四星的英雄 那被下修的月光英雄可以進行召回 那召回的時候可以選擇 所以玩家可以選擇同一級別的月光英雄作為補償 那我剛好兩隻月光五星的都被下修了 所以我的帳號我就可以自選兩隻嘛 然後自選呢包不包括新的角色 因為如果包括的話我一定馬上選一隻暗羅菲啊 暗羅菲我超想要的 所以如果可以選暗羅菲的話我一定選一隻暗羅菲 那另外一隻角色我會不會換也不一定 我預計先看到7月31號公開資訊的時候看到底下修成什麼樣子 如果下修沒有很多的話我可能會保留 他這邊如果沒有說光八會被下修的話呢 我兩隻可能一隻就換光八一隻就換暗羅菲 可是這邊又寫到光八也會被下修 所以我應該就不會換光八了 應該是暗羅菲跟暗肯吧 不一定到時候再看看 說不定暗肯到時候也被砍也不一定 好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告一段落啦 大家要記得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按個讚 那我們下一次再見各位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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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嗎 掰掰